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就是Arno Arno 你好 Yoyo 你好 看看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 想問Arno 或想跟Arno談話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2004-6566 或將問題WhatsApp到9157-1428 亦可以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財經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 都做直播 大家有什麼想知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Arno 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接著跟大家看看港股現在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仍然跌140點左右 25966點 國企指數跌35點 10185點 大市成交今天暫時是370億元左右 接著跟Arno 說回大市情況 見到隔晚美股 因為經濟的數據不太理想 所以市是倒跌的 不過之後又再轉升 因為市場衝勁美國可能會減息 不過對港股的幫助似乎不是很大 看到恒指高開之後都要轉跌 最新現在都跌149點左右 花旗其實都出了研究報告 教育環球經濟的衰弱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預期環球股市直到明年底 其實還有一成左右的升幅 還有一成左右的空間 大家看到外圍數據經濟是這樣 是不是真的可以像花旗這樣說 說得這麼輕鬆呢 如果你說外圍方面 我想整體焦點都是今晚美國的非農集業 其實預期本身都不算特別低 起碼會計8月份有個改善 大家預期現在9月份的非農新增職位 大約14.5萬個 如果那個職位數目都沒有預期中那麼多 跟星期三出的ADP一樣 市場會害怕的 你說另外一方面看失業率 如果失業率繼續有個回升趨勢 甚至可能你看到一下子 可能開到3.7的位置 再升上去 升得比較厲害的話 你講的 譬如近期來講一些聯儲局官員 講的經濟強 全民就業 勞動市場緊張 這些因素 大家就會開始質疑 所以說今晚非農的數據上面很壞 就很關鍵 而最重要的說到這一刻 數據差會不會成為一個反彈的藉口 似乎機會不達 問題是昨晚你看到 美股升上來沒錯 現交電10月底減息機會率急升上來 但問題是你看到 現在10月底減息機會率 已經去到80%多 所以這一刻基本上就是 市場已經認定了 10月份 會去減息 如果非農數據上面 差的話 其實你的減息意期 可不可以再升溫 譬如會令到市場相信10月底減完一次息之後 去到年底再減多一次息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在第四季減0.5厘左右 我覺得機會不大 因為目前聯儲局官員對於減息是抱一個開放態度 但普遍來說不是特別積極的 另一方面 其實發生了 令到股市向下 我覺得機會是比較大 原因就是會否有反過來說 飛龍出來之後 又不是太過差 但當然不會有很強勁的數據表現 如果說出到中規中矩 大約符合市場預期 會否有令到減息預期降溫 問題就是就業市場很強 令到原儲局減息空間減少 也有機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外圍方面 短線方面 並不是太過樂觀的 甚至這些位置 考慮做淡一些反向操作 每天都建議這樣去做 特別是昨晚 你看到道指 在美股上 突然又彈回不少 這些水平做淡的直播率很厲害 我覺得是吸引的 你以一些歷史高位 作為一個止涉位 其實輸極有個譜 相反地 有機會可以捕捉到一個跌浪 是 說完大市 說完外圍情況 之後 跟Arnold說一下個別的板塊 首先和你談論一些內房股 內房股也可以說是歷史組 例如恒大銷售創了單月的新高 看到今天都升到5%以上 碧桂園見到9月銷售 按年都升了4成 半日都升了3% 合景泰富 9月的預售額 也按年增加了6成 半日都升了5% 現在更加升了5.6% 之前大家經常都擔心 金狗銀十是不在的 但是看數據的話 其實大家是否可以看內房 都看得樂觀一些呢 如果看內房股那一方面 近期有個很奇怪的跡象 你看很多消息 很多不同渠道上都在說金狗銀十 整體銷售表現都好像一般 但如果你看看內房近期公佈出來的數據上面 其實整體表現上面又很理常 所以你真的很難相信 變人陣變人假 甚至是說金狗銀十 其實最重要的是 十月份國慶價值這段時間 九月份做得好 會不會提前去促銷呢 十月份可能整個金狗銀十 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內房股 絕大部分投資者目前來說 都是採取一個觀望態度為主 對於內房股的看法上面 我都不敢看得太樂觀 你短炒去吃一陣是沒期的 但問題說今天都已經升了不少 這些水平再去追 那個殖房率未必太過吸引 因為影響內房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 經常都說人民幣的走勢 周末又有一些中美貿易的高級官員談判上面 這些消息可能會令到人民幣變得很波毒 所以我都會建議 在內房股部署上面 都起碼等過周末 看完這個談判之後才去想 如果你是真的撇除人民幣這個因素 去計算 講到基本因素上面 我又覺得不會太過差 內房未去到過情況 去到會有一個滯銷 整個資金鏈斷裂的情況 會有機會出現 現在說譬如你說內地樓市上面 比較大的問題 比較嚴峻的 都是在三四線 落後一點的地方 城市上面 那個需求是真的見到比較弱 但問題是在香港上市 特別大隻少少的內房股 大家說得出名的內房股 其實你說普遍他們的土地儲備到多 不會說真的因為一兩個三四線城市 或者一些三四線城市的影響 導致他們的資金鏈斷裂等等 似乎發生這些情況機會不大 但當然你說現在這一刻沒有問題 但之後如果說個別公司開始出現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火銷煉或是影響到行業 這個風險因素大家會注意 所以我覺得內房股的看法 都是在說 屬於一個易跌難性的 但短線方面 暫時看到這些數據 帶來一些幫助 但有貨的可以拿著 但如果考慮去買的話 我覺得今天到星期五 我覺得不妨看周末 過了假期之後 才考慮再重新補儲的計劃 沒錯 因為周末 的確我們接下來 就有三日的假期 可能阿倫都見到 如果真的捕捉內房股的話 可能大家也不要太心急 看多一看 但你仍然覺得內房股是易跌難升的格局 不過內房股 你又覺得易跌難升 那那些物管股又怎樣呢 看到今天物管股其實都頗強 很多都是繼續有得做好 相比之下物管股 是不是一個安全一點的辦法 給大家去捕捉呢 物管股幾個是強勢的 但問題是升了這麼多 這些水平去追 我覺得風險比較大 其實今年有很多強勢股 現在一個強勢都仍然在 你說去追 那跑行大小的機會 的確是相對比较高 看看用品股、物管股 都是同樣的情況 這類型股分 我整體的策略就是建議 你買就 如果這一刻才去追 起碼分兩三柱 防減低高追的風險 另一方面留意就是 支持他們的利好因素 要長期保持住 物管股仍然在未來預料 可以有很多收購合併動作 可以繼續出來 去提升股值 所以你偶爾也要看到 不一定要你買那間公司 但實際行業上 有其他公司進行收購合併等等 譬如近期來講 就見到啞生會 有些很大的收購合併等等 你保持過一段時間 你都要綠綠綠綠綠 看到繼續有這樣的動作 或者政策上面 都沒有阻止你這樣去做 如果你說 仍然是允許的 你說勿管股 例如以往強勢那些 往往為何強勢 都是因為他們牽涉到 很大量的收購機會 亦都見到他們的現金水平 相對比很高 所以你說 千萬不要打算 勿管股最喜歡落後 落後一定會有原因 所以如果要去選擇 始終我覺得 都不能強勢 例如啞生活 或者碧桂園服務 以及中海物業等等 好 看到這三個股份 今天都可以升 啞生活服務 現在升了0.4% 升了21日 碧桂園服務 現在升了1.4% 升了23.7% 至於剛才阿諾也提到的 中海物業 現在升了1.7% 升了4元左右 除了一些內房股 在今天焦點之外 還有一些過股 都很受大家的關注 我講的是華能新能源 958 現在都升了1.1% 可以2.98% 因為他們的母公司 就提出私有化的建議 作價是3.1.7% 收購這個股份 被停牌的時候 2.67% 其實都有日價差不多1.9% 看到今天的股價 都炒起來了 其實這麼高的日價 城市的機會是否都算大呢 阿諾 如果你看看日價方面 的確沒錯 譬如你參考回華能新能源 過去的股價走勢上面 第一方面 譬如說 差不多接近10年前 2010年、2012年那些時間 我忘記了哪一天 正常上升了 上市那次2.5% 現階段都潛在著 起碼說如果拿到現在 還有錢賺 第二方面 你看回股價走勢 其實歷史上最高 計算隨政的因素 3.5%左右 而說真的在3.5%這些位置 拿著的人 相對地不多 所以說 會不會有很多人手上 捱了貨很久 都不願意去接受這個收購價 我想這個機會又不大 而你看中期業績上面 華能新能月 每股支撐政績上面 都是2.8多 2.9的人民幣左右 現在人民幣又貶值了這麼多 你大約計算 現階段的股值上面 每股支撐政績都是3.1多的港元 所以你在說 起碼我們看到公司 不是說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就是在賤買的角度 反過來 很便宜的資產 就是股東不需要賤買股價出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城市的機會自然是相對地比較高 其實你又可以看回到 現階段的股價和收購價 幅度差 它反映市場有多大的信心 如果你看回到3.1多左右 2.3元左右的水平 5%左右 如果你說5% 往往是有這些水位的 這一刻去買 固然有5%的幅度高 但問題就是 由城市通過了 再到落實收購 往往都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這個是機會成本問題 如果你說這一刻去買 固然沒錯 可能很安全地 可以收到5%的升幅 但是你說去到公司找錢給你 用3.1多這些位置買 可能都是3-4月的時間 所以你這麼長的時間 亦都牽涉著中間有個風險 就是會不會通過不到 這個風險是很大的 所以問題就是這一刻去買 那個問題就是 你有機會很安全地賺5% 但是反過來就是 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 或者可能是內地本身 或者是武器 面對著一些問題等等 皇冠經濟問題 你不知道的 那你一旦打火營 你看回由9月份 開始傳出 那個私有法價格 由差不多2個3-4座 這些位置上來 是可以調整很多 下3-4座絕對有機會 所以你說風險回報 其實你會看到直駁率 其實城市機會越大 那些 就變相吸引力 其實是越差的 如果你是真的考慮 你買這些股份 其實你說 真的最有吸引力 就是說城市機會不高 但是你有信心去駁 但是你說現在華人生能源 我想不是處於這個狀況之下 你說去駁 只有6%左右 其實我覺得真的 都不會去考慮的 至於有貨的 其實很老實地說 都是說過一個問題 你持久一點 可能還升得多一點 但是其實這些水平 如果你特別說 不是今天才買的話 你手上的利潤 已經牽涉著 可能十幾 甚至二十幾個巴仙 其實都不搶了 我覺得可以先吃了會 安全一點 可以先吃了會 先把錢放入袋 看到華人生能源 今天升了1% 1% 升了11% 2.97% 曾經最高見過$3.01% 好了 跟著又跟Arno 回答一下WhatsApp問題 我朋友WhatsApp了兩隻股份 第一隻就是1951 感恩新值 他問什麼價位可以吸納 短線和一年的目標 大約可以看多少 其實這隻股份的股值 是十分之貴的 但是你說自從它上市之後 你也看到的確是有資金去炒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 就是跟別人去買 起碼預分量住 而短期來說 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我會畫一條短期上升軌 你如果守得住 沒問題 可以繼續向上網 短線載率位12.5元 之前那些高位的位置 突破到的量度升幅的看法 看到$14元 可能都OK 所以暫時來說 你在這些位置買 目標價 設定$14元可以 但大前提 就不可以跌穿 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所以在報酬策略上 可能在這個位置第一柱 第二柱可能是$11元 如果真的跌穿了 正式跌離 去到$10.5元的水平 就要考慮止洩 所以純粹是順著 直播率吸引 以$10.5元做止洩位 望$14元的水平 分量住它買 好 沒問題 說完這$1951之後 又說了3662 澳元健康 其實剛才我們都輕輕提過這個版塊 他又是問沒有貨一手 又是想知道 什麼價位可以買 以及看目標應該要看多少 澳元健康其實都是說這些大隻 近期上市的物管股 其實都是同樣地有收購合併 相關概念 再加多個因素 起碼看到澳元$383 近期合約銷售賣樓賣得好 對它來說是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勢頭的確是偏強 但就是同樣道理 近期很多物管股都升了不少 澳元健康都試一些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大約5.3這些水平 一度升穿過但突破不了 好 所以你說有貨的 我覺得不穿5元 繼續拿著 沒有問題 如果至於這些水平 才去買 都同樣地 最重要是保持到 上升型頭 或是短期的上升軌 如果守得住 四個八樓上的話 可以繼續向上網 甚至買的分量去買 這些位置第一柱 接近上升軌 第二柱 大約是4.6元的水平 最值得 好 謝謝Arno 給了一些投資策略 這位WhatsApp的朋友 什麼朋友就可以留意 接著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謝先生 謝先生你好 兩位好 謝先生有什麼股票問題 想問Arno 或是想跟他談 我想請問一下 552 中東服 是 看到這個中東服 幾乎現在差不多是 五十四周最低 是 我想他 沒有知 最受惠這隻大 為何這隻表現這麼差 我好像看他 都不太大問題 我想問一下 這隻有否一個 因為這個價位 麻煩 好 又跟Arno 聊一下 552 中東服 剛才謝先生也有提到 他說5G的話 不是應該都會受惠到他嗎 但見到他 都在低位上徘徊 有沒有什麼建議 可以給謝先生呢 其實看股價走勢 上面的確是相對比較弱勢 我懷了一條中短期的下降軌 一條中期下降軌 到這一刻都仍然是受制著 但其實老實說 在5G概念上 往往最熱炒的 都是說中興 但問題就是 在5G概念上 現在普遍市場都是認為 投資周期不會這麼快來臨 現在才是開始投資的第一步 是 可能去到下年的時候 才會見到 有一個明確一點的步伐 以大前提 要在中美貿易談判上面 可能有一點點進展 至少美國不會封殺 可能華為那些相關公司上面 影響供應鏈上面的整體因素 所以後市面臨的風險因素 都是多的 但當然跌到這些水平 估值上面是便宜 會不會短期突破到這條下降軌 有可能的 突破到 踢回到 彈回到5元 甚至行一個雙底形態 上到5.5元都有機會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買 老實直撥率吸引 可以撥一撥 2分4.3做止洩位 一定要嚴守4.3做止洩位 問題是如果試過這條下降軌 都是升不穿 繼續跌下去 一旦穿4.3 下回到4元 真的不出奇 問題是有很多估值 便宜 還有下降空間 所以暫時來說 市場不是特別熱炒 但這些位置博 直撥率是吸引 2.4.3做止洩位 博去開上5.5元 好 麻煩謝謝先生的電話 如果有問題 歡迎再打電話來 再跟我們的專家聊天 好了 答完謝先生的電話 我們又回答過WhatsApp問題 有朋友想問3.2.3 他問一宗新聞 他說如果保鋼收購 是否一定要接受 他說他自己有1萬戶 我現在查一些新聞 看到中國保母鋼鐵集團 和馬鋼鐵集團 重組實施協議 看到他在9月19日 在合肥簽署 之後通過這個滑轉 中國保母 將會直接持有馬鋼集團 五成一的股權 以及通過馬鋼集團 間接控制馬鋼股份 四成半股份 都想問阿龍 這宗新聞 到底是否一定要接受 因為我看到中間 你好像加插了一些國資位 其實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通告上 那時候就是每股H股 用2.97這些位置去買 其實你看到股價 之前都在說 你看到現在的股價 以及收購價的差距上面 其實就在說 都已經是大家預料 多數會成事 因為問題就是 你看到內地的鋼鐵行業 基本上整合是一個大趨勢 馬鋼其實為什麼股值 之前以往有段時間 被安鋼為高 其實一早就預期 他們是要被收購 其實他們是需要被整合 所以就算你反對 我想最終成事的機會 都會相對你比較大 最重要的是 現時市場對於鋼鐵股 投資興趣 是比較低迷的 所以說 這個收購 我想完成的機會 相對會比較大 其實這些位置 都是跟剛剛說的 華能新動員的情況一樣 繼續拿著 我自己覺得直播率 不會吸引 這些位置就走了 好 看到馬鋼說 現在的位置是2.94 接著又跟Arnold 搭多隻股份 朋友仔想問一隻銀魚 就是問一些何島股 他就說他沒有貨機 想知道現在49.5%這些水位 應該鋼魚上 還是鋼魚上 還是鋼魚下 其實鋼魚 我想短期來說 都是跟大市一樣 未來面對的風險因素 都是離不開中美貿易戰 以及香港社會運動 這些因素 鋼魚是一些比較間接 最主要是擔心香港社會動盪 直接會影響到內地人 來香港再去澳門的整體意欲上面 導致澳門連中場都會受影響 一直都有這樣的看法 而短期後市方面 也看到今天 你見到現階段行指的跌幅 不斷地開始擴大 你見到跌累跌的 都是在說 一些本地地產股 甚至豪島股 你都見到有些專弱的跡象 在說 這段我也是在說 同身牽涉著香港社會運動的類型部分 都可眠則眠 可悲則眠 實際影響 可能真的不大 但問題是 譬如說在豪島股自身的因素上 我們可以看到 黃金洲那段時間 連酒店的入住率 都不是爆得很嚴重 所以黃金洲會不會有一個 很理想的整體表現 我記得是未必的 9月份澳門的薄彩收入數據 的確不算有太大問題 但經常都在說 轉弱轉弱 即是說 可能未去到一刻 見到實際的狀況 轉抄 會不會10月份才見到 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問題就是 譬如說 社會運動帶來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 就是慢慢地霍現出來 可能10月份的影響力 比9月份更加之大 可能9月份未見到的影響 所以我想 暫時來說 豪島股 我建議避害一點 始終都是一些 直播率相對偏低的辦法 好 不知道是否因為 因為一些社會運動 或者一些政策 可能會出台 見到港股的跌勢 是多了 現在大約跌至180點 左右 報了25,930點 仍然未上升到26,000 然後我們再回答 還有一個問題 就差不多了 都和阿奴談了 一隻招金 100,100 朋友仔想問 什麼價位可以吸收 現在這個示範之下 買些金礦股 有不可以呢 其實這些位置是可以買的 第一方面 美國的經濟 之前說過 香港的壓力比較大 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出到來 市場的避險情緒 整體仍然是高漲的 第二方面 就是導致美國 減息的機會率不斷地升 甚至有些人 未必 我相信短期來說會做 但開始市場有聲音 重啟QE等等的動作 都有機會出來 這些聲音 當然做的時候 禁價快升很多 但不期望它做 但問題是這些聲音傳出來 都有機會短期來說 刺激到禁價 最重要的招金 近期來看見 在9元這些位置 都有一個抗跌力在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置 應該受得住 同樣地 每盎司禁 金價上面 1500元這些位置 我都相信有機會受得住 所以說 如果再看裝置狀況上 這些位置我覺得 應該可以入市 招金也是一隻相對地 這些市場首選去買的股份 我覺得這些位置買 擔心輕微跌穿9元 以分8個半做止攝位 其實都安全的 你都不會說輸很多 隨時有機會剩下10元 甚至在圖表拍帶上面 突破到10元這些阻力位 短期來說 11元都可能不難 好 看到招金 現在占軟跌1.6%左右 部位在9.2元 這位警官眾又參考Ano的建議 這一節都跟Ano談到這裡 跟你申報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Ano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指主 指道 指邊 指但 指到 指道